回答執行長黃仁熙 29號與Meta執行長佐克博 在電腦繪圖大會上首度公開對談 討論AI趨勢 佐克博認為智慧眼鏡 將成為下一代AI運作平台 我認為智慧眼鏡 在300元的價值 會成為一個很大的產品 將會有十億人或十億人 將會有 佐克博也談到前一周Meta推出的 大型開業模型Lama 3.1 他說網路原本是開放系統 後來蘋果改變遊戲規則 變成了封閉平台 希望接下來能回到 由開放生態系主導的環境 24號 輝達與Meta聯手 宣布旗下AI代工服務 將替全球企業客製化Lama 3.1 生成式AI模型 博仁熙在對談中表示 這是開業模型 讓他們能做到這一點 對談尾聲 螢幕上秀出兩人身前互換球衣的合照 這個時候 佐克博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皮衣送給黃仁熙 黃仁熙也脫下了妻子Laurie剛買的皮衣送給佐克博 這是一個超級新的衣服 它是幾個小時 哇 我認為我們再次加上衣服 這一個是你的 這一個是更多的 因為它是用的 新唐人 亞太電視 張晴霖 整理報導